音乐 音乐 调整 麦克风的调整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希望我们收音的效果比较好一点而且足够大声 我今天设定的麦克风是这个Snowball小雪球的麦克风长这样子 它在它的网页上面会有这个小雪球的使用指南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这个官方网站 它这边有商店 可以去看这个小雪球麦克风 这一颗比较便宜这个只要3000多块 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收 我们在做声音这个编辑的软体是auda caty这个一样有windows版 那我们在启动这个之前我们先设定这个录音的程式 所以我们叫这个LSMixer去找出这个麦克风 那这一个是小雪球麦克风 这里有写Snowball 那我现在的麦克风现在有好几个 像这个Yeti Yeti这一个是我现在用的录音的麦克风 各位可以看到说它现在在录音当中 也就是说我现在收音是用Yeti麦克风在收 那我现在示范的是小雪球麦克风 那它编号是第二个 所以在Linus底下打LSMixer GUI-C2 就可以设定小雪球麦克风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它这个锁没有锁起来 代表说左右声道是可以分开设定收音大小的 这个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先把它两个锁定起来 那我们先把两边的收音的模式设定一样大 你可以按上下键先调整一样 这样子收音的方式就一致了 所以这个左右音道就一样大 这左右音道就一样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雪球麦克风的设定 它在它的机器上面有三个按键 有三个位置可以收音 一个是位置一是心形指向 第二个是位置二 是减少10dB的心形指向 还有全指向 那这个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它的说明书的下一页 会有写说123的意思 一的话它是说 主要是用在演讲人声跟播客 第二个的话是现场音乐跟响亮的音源 那三的话是会议 采访环境录音 以我们的需求来讲 我们希望是整间教室 因为会有学生讲话的声音 会有其他的杂音 我们希望它只录老师上课的声音 所以我们选1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怎么样去调整它的收音的方式 首先呢 到这个AUDA CITY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选编辑 偏好设定 偏好设定这边有一个录制 我们挑我们的装置 它现在侦测到了有 Snowball跟那个Yeti 那我现在是以Snowball为例子 所以我们选Snowball的Front Mic 来做设定 那这个是两音道立体声 确定 确定完之后 这个就挑好Snowball这一个装置了 挑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录音 这个只是在录好玩而已 这就做一个测试啦 那你一边录音的时候 你在看你的波形 你会发现说 你的波形其实没有到很上很下 就是它的声音没有到非常宽 这代表说收音可能会太小声 收音太小声的话呢 我现在把它暂停 好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录音 你会看到说 它的波形就长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话 收音起来可能你 到后来后制的时候 或放到YouTube 有人会闲说 这个太小声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Mixer这里 这个收音的部分 麦克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调大一点 比如说它调到90%左右 那我们再继续来做测试 我们继续录音 好我们再重新再录一次音 那现在在录音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声音就 震幅就很大了 这代表说收音的声音 它把它扩大 可是你如果看到说 很多的声音都长到 就到这里 这个就等于是爆表 那这样子的话也不是很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变成说 你的声音会变得太大声 而且经常会有很多声音 是到最大支 那所以我们现在停止 所以我们现在再到这里 我们再把它往下调一点点 我再往下调两格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样再把它关掉 把这个把它关掉 不要存起来 那我们再试录看看 那试录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边讲话 一边看你的波形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的波形 基本上都是在一半以上 而且有比较少的部分会到这里 这个已经到满了 你看这个是到波风波谷 也就是说它是最大声了 那基本上这一个效果就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收音的方式列下来 当成是我们这个预设的收音的模式 所以这个是调整这个收音音量的大小 调整收音音量的大小 对我们录影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调好的话 在你放到YouTube或后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声音非常小声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 假设收音的模式太小声的话 应该怎么办 刚刚设定好的声音 收音的这个争议是到这边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定好 设定的太小 比如说我弄到大概少于一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们一样再开始录音 你会发现我讲话的波形 现在你看到的讲话的波形 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小声 他这样子声音就太小了 那有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 你收音的大小声 是这样一直讲 讲完之后到后面去剪接声音的时候 才发现说糟糕声音变太小声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先把它停下来 好那么这一段声音呢 可以先示范看看 那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 好如果说我们希望 把这一段声音把它放大 那我们可以选Ctrl A 把这个全部选起来 这个一个效果 然后效果这边呢 有一个这一个增幅 增幅这边他会自动帮你算 像你看这里他会写说 6.945 6.945分贝是什么意思呢 他会把整个波形全部算过一次 然后算到就是说 里面最大的值放大 增幅6.945分贝之后 他会到最大 来我们做一次看看 现在选这个确定 他就会把这个放大 这样子 但是这一种做法 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声音放大 你没看到这边 这个杂讯也跟着放大 这其实就是这个背景杂讯 就是那个我们听到那个 耳的声音 所以其实在收音的时候 你看像现在变小的话 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 这个毛边 但是一旦他放大之后 你的声音的杂讯 你原始的声音跟杂讯 都会跟着一起放大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收音的阶段 刚刚讲的这个收音的阶段 必须要把这个麦克风 收音的争议调到适当的大小 这样子你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 声音的品质 而且杂音又不会太大 这个是为了做事后的补救的 因为毕竟你上完课 你可能这个礼拜上完课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课上完了 你再叫你回去重新录 三个小时的课 再重新把刚刚讲的话 再讲一次 你其实没有那个力气 那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 用这个效果 征服的方式来做这个修改 那如果说增幅这样子不够大的话 我再做一次 我现在选效果增幅 他会自动帮你算6.945 那假设你放大到6.945 还是觉得太小生 你可以回复到原始状态 我弄大一点 我故意弄得比较快 我弄了10好了 10 10 然后他这里就不能按确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允许消波 允许消波就是说超过的话 他会切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确定 他就会把音量变得很大 但是这种情况 不敢保证声音的品质 有的时候在放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放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像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这种地方都会有破音 所以追根究底 我们希望我们收音的品质好一点的话 还是在最基础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声音的大小校正好 那这个声音大小校正好之后 原则上我们就不动了 我们不动 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做去做收音 这一个部分就固定好 你可以把这个数值记起来 以后你就是固定 用这一个大小去收音 比如说像我这个 LSMixer这一个 我现在往上按到满 123456 所以我现在是六格 所以我可以用到满之后 往下按六次 123456 这个是我适合的收音的音量大小 你如果说怕它跑掉的话 你就把它记起来 每次开机要录音的时候 先来这里 先确认一下 这样就可以确认收音的品质了 好那有的时候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个 一些比较不想要给观众看到的声音 比如说讲话讲到一般不喜欢咳嗽 像这样就咳嗽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段咳嗽的声音 把它删掉呢 首先你确认这一段是咳嗽 你到这边按这个播放 好你按播放可以听到 这一段的确是咳嗽的声音 那这后面都不要了 所以我们选这一段 把它选起来 这些全部都是咳嗽的声音 我们不要了 所以你就选 把这个反白之后呢 选建立静音 然后选确认 确定 这样子之后 这一段的声音就 不会有声音了 它就把你刚刚你不要的声音 把它过滤掉 那这个就是把咳嗽的声音 或是把其他的声音 把它清掉的方式 接下来讲声音转档 这一个档案 我先把它还原好了 这一个档案 现在我们还没有编辑完 我们先拿这个档案来做例子 现在假设我们现在要来清这个背景杂讯 所以我们现在把背景杂讯选起来 然后选这个效果 这里有一个noise reduction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选取得噪音设定档 取得噪音设定档的意思是说 AUDICITY这一个程式 它会去学习噪音的模式 你把这一块选起来之后 它会把这个模式选起来 选完之后呢 按Ctrl A 把整个选起来之后 我们再选效果noise reduction 这个时候就不是取得噪音声音档 这个时候就按确定 它就帮你把 你看这个 刚刚这里有毛边全部都清掉 那清掉之后 原则上你这个东西就很干净 就不会有声音 那假设这一个声音 你已经全部编辑完了 我们选档案 这一个汇出音讯 那汇出音讯看你要选择成什么档案 比如说这一个就选一个 这个class 我们希望它的负档名是mp3 我们希望转出的是mp3的格式 所以我们先写好档名 档名是class 那这个是上课嘛 负档名是mp3 那我们选预设级 这边的话呢 请你品质变数 这边设成这样子 不要设成那个什么标准或是中等 因为我们在做后置的时候 我们希望留下来的资料都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弄好之后选 储存 然后再选确定 做完之后 这一个mp3的档案 就会变成class.mp3 可以当之后来做这个声音跟影像合并的时候去做使用